在巴黎与反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协商后,美国官员有信心地宣称 星期三,布林肯副国务卿进一步大胆表示,自从盟国展开联合行动以来,已经打死了一万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。 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,伊斯兰国曾有三万两千名武装人员,这个死亡人数消灭了其30%到45%的战斗力,这似乎是对伊斯兰国的重创。 可是尽管损失严重,伊斯兰国还是在伊拉克的拉玛迪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卷土重来。 这仅仅是一个势力和数字,肯定不是我们判断军事行动成效的标准。 可是美国到底如何评估敌人的力量,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。 美国严重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实力和战略能力。 其中包括美国低估伊斯兰国的人数。 一些分析人士说,这个恐怖组织可能有五万名战斗人员,而且在不断扩充。 伊斯兰国显然每个月仍在从世界各地大约一百个国家,招募一千名军官。 美国一名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,虽然战斗人员被打死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,遏制了他们的势头,可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拥有强大力量。 美国之音塞尔丁,华盛顿报道,由海伦播报。 有名情报官员,华盛顿报道,由海伦播报道,由海伦播报。 外国之音塞尔丁,华盛顿报道,由海伦播报道,由海伦播报道,由海伦播報道,由海伦播报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